第二帝国 跟之前那动乱的四百年一样 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隋唐 也是由一系列阴谋和杀戮开场的 隋文帝扬间杀了北周的皇帝和皇族 隋扬帝扬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则杀了自己的哥哥 此外隋文帝扬间是否死在隋扬帝扬广手上 虽尚无定论 但扬广被亲信和亲兵所杀则确凿无疑 所谓青史斑斑血迹 然而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开出的 却是绚烂无比的文明之化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 大唐毋庸置疑地代表着中华的鼎盛与辉煌 因此有理由成为我们民族的标志性符号 或者代名词 例方说 海外华人的聚集区被叫做唐人街 某种中国特色的服装则被称为唐装 尽管那样式与大唐毫不相干 与之相对应的是随 往往被遗忘 就算记得住 也只有阳帝的昏报 昏报是唐人对阳广的盖棺论定 在此之前 阳广其实是有嗜号的 明皇帝 也有妙号随氏族 可惜这两个体面的称号 系由随帝国的洛阳留守政权所给出 因此很快就被新建立的唐王朝推翻 改式为阳 从此 他被叫做随阳帝 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恶评 依照侍法 阳的意思有三种 号内远礼 即贪恋女色不遵礼法 去礼远重 即破坏理智 背弃公众 逆天虐民 即违背天理 虐待人民 有前两条就是婚 有后一条则是报 根据后世的描述 演绎和普遍看法 阳广大约是奸而有之 既婚又报 不知道李渊他们 为什么要如此评价阳广 没错 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 新政权往往要把前朝或末世 说得一团其黑 这已经几乎是所有短命王朝 或王国之君难以逃脱的宿命 然而 其他那些末代君主得到的嗜好 大多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跟杨广一样声名狼藉的 只有下劫和阴咒 贼人多杀 约结 残意损善 约咒 简直就是十恶不赦 更让杨广难堪的是 杨 原本是他送给陈朝后主 陈叔宝的嗜好 这对于那位声色全马的昏君 倒是恰如其分 不要忘记 那家伙不但在即位之后 只知道醉一生梦死 便是在做俘虏时 怀里也抱着两个漂亮女人 把这个嗜好送给陈叔宝的杨广 也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历史评价 因为他不但是隋王朝第二任皇帝 也是当年灭臣部队的大元帅 亲眼目睹了陈叔宝的荒淫无耻 和昏庸无能 只不过杨广做梦都想不到 他的下场会更惨 送给陈叔宝的恶事 也会落到自己头上 唐人甚至说 两位杨皇帝相逢于九泉 恐怕不合适再讨论 玉树后庭花了吧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我们也只能管杨广 叫隋阳帝 问题在于 他真有那么不堪吗 未必 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 秦始皇做过的事 隋阳帝多半也做了 却没有焚书坑儒 隋阳帝做过的事 唐太宗多半也做了 却没有开凿运河 那么凭什么 秦始皇和唐太宗 是千古一帝 隋阳帝就只能一臭万年 这很不公平 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 也被低估 就更不公平 没错 隋是短暂的 短短三十八年 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 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 可谓弹指一挥坚 然而 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 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 他留下的物质遗产 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 比如大运河 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 则直到明清两代 都让人受用无穷 这样的王朝 难道可以小看 更何况 正如汉帝国 不过是秦政治的遗嘱执行人 隋王朝 也是唐文明的历史开创者 没有前面的秦 就不会有后面的汉 没有前面的隋 也没有后面的唐 事实上 唐太宗是跟在隋阳帝后面 一步一趋的 他不但以隋为贱 更是以隋为师 而且并不仅仅 只是将他当作反面教员 隋 可谓时间短暂 内容丰富 他是短命的 也是不朽的 西晋才叫做昙花一现 真正有意义的是东晋 可惜却只有半壁江山 不是统一的大帝国 能够比较的是秦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 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 也都是二世而亡 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 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 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锻炼 汉有新芒 唐有五周 可谓惊人的相似 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 事实上 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 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 极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 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 宋三百年出头 元一百年左右 明二百七十六年 清二百六十七年 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 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 秦汉隋唐 宋元明清 区别显著 因此 如果以诸泉中灭唐为界 中华帝国的历史 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 上半段 一千一百二十八年 下半段 一千零四年 两段的时间差不多 坍称上下两千年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 大体上说 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 秦和隋 然后变成世界帝国 汉和唐 下半段 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 宋和明 走向糜烂之后 再由少数民族政权 元和清 来书写和纠查 也就是说 上半段是上坡路 下半段是下坡路 鼎盛与辉煌 是在唐宋 唐宋是巅峰 也是分水岭 分野是明显的 前开放 后收敛 前上升 后下滑 前动荡 后稳定 元与明 甚至实现了无缝对接 然而宋元与明清的区别 也很明显 宋元 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 和隋唐以来的分权制度 明清两代 却是有政府 无宰相 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 皇帝大权独揽 前刚独断 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结果是 明专制 清独裁 最后走向崩溃 辛亥革命 也不是偶然的 显然 宋元与明清 不能混为一谈 秦汉与隋唐 就更不能 所以 上下两千年 也可一分为四 第一帝国 秦汉 441年 第二帝国 隋唐 326年 第三帝国 宋元 416年 第四帝国 明清 543年 此外 还有369年 无法归类 只能计划单列 这369年 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 持续时间之长 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 统一时间之短 相当于秦 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 既不同于秦汉 也不同于隋唐 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 则接近于春秋战国 也就是说 魏晋南北朝 跟春秋战国一样 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 做准备 难怪隋会跟秦 一样断命了 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 和排头兵 前浪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 隋阳帝则不过是 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 尽管他远非秦二世 或陈书宝可比 实际上 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 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 担负着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使命 因此难免表现出 矛盾和分裂 结果 不但文帝和阳帝 判若两朝 阳帝的前妻和后妻 也判若两人 这就让世家和公众纠结 只看见后妻的 恨不能编世三百 只看到前妻的 则立主翻案 不过 这并不重要 杨广是该被称为杨皇帝 还是该被称为明皇帝 即使毫不管我们的痛痒 重要的是 通过他对第二帝国进行反思 从而更好地 审视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但这一切 又得从杨帝之死 说起 血案与遗团 隋阳帝 是在江都被杀的 江都 积近江苏省扬州市 远在长安的千里之外 当然不是隋帝国的首都 甚至就连裴都也算不上 隋的裴都 其实是洛阳 洛阳和江都 都是隋阳帝的最爱 他即位之后 就立即下令 迎见洛阳 运河开通后 有三下扬州 被杀之前 竟在江都住了一年半以上 便都是正名 但 阳帝喜欢江都 不等于萧果也喜欢 萧果就是御林军 意为萧勇果异 作为保卫皇帝的精锐部队 他们配制精良 各个头戴金盔 避刺血鹰 骑着汉鞋马 身强力壮 武功非凡 却对江都 没有兴趣 原因也很简单 这些汉子都是关中人 来扬州玩玩可以 老死江都 不干 隋阳帝 却不打算回到西北 不回去 也不完全是喜欢江南 实际上 是回不去 大业十二年 隋阳帝离开洛阳 前往江都时 他的事业 就已经从巅峰 跌入了低谷 正高沟离 民怨沸腾 寻突厥 则差点被俘 阳帝则不思悔改 继续一意孤行 结果是 从贵族到农民 全都跟他反目为仇 这位刚毙自用的皇帝 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阳帝被杀那年 天下大势 对阳广已十分不利 长城内外 风烟四起 大河上下 叛军遍野 就连帝国的首都长安 也被唐公李渊占领 并另立随地 改元一名 这个时候 阳帝就算回到西北 又能如何 难道真去表哥李渊 和孙子杨幼那里 做什么太上皇不成 也只能赖在扬州 甚至往南京和杭州跑 于是 萧果人心浮动 其实思乡心切的御林军 一开始并无意造反 他们的打算是 开小差 约定日期 集体逃亡 毕竟 隋扬帝平时 待他们不保 他甚至采纳谋臣的建议 为这支部队 在江都就地解决了 性生活问题 因此 如果不是由于杨帝身边 出了吃里爬外的白眼狼 事情的结果 也许就会两样 白眼狼是三兄弟 三兄弟分别叫 画籍 智籍 和士籍 是许国公宇文树的宝贝儿子 作为先卑贵贵族 观拢豪门 和开国元勋 以及夺敌斗争中的杨广死党 宇文树 深受杨帝信任 于是 这三兄弟便在老爹去世后 贪官相庆 飞黄腾达 尽管 他们原本是 无恶不作的 顽固子弟 其中两个 还犯有死罪 但宇文树临终前的 含泪哀求 让隋阳帝的心 软了下来 谁知道 这竟是杨虎为患呢 现在已不能确定 三兄弟中是谁使坏 总之 萧果军的司令官 司马德勘被告知 逃亡不是办法 造反才有出路 我们知道 宇文树生前 就被认为 最能代表 关中人的利益 司马德勘等 御林军将领 也原本就是 他的部下 因此 宇文兄弟 与司马德勘 很快达成共识 其他人 更是分分依附 兵变 迅速酿成 经过一夜的调兵浅将 三月十一日凌晨 在门卫官 陪前通的侧应下 司马德勘率兵 长驱直入 杀进宫中 御林军校尉 灵狐行达 更是拔出刀来 冲到了隋阳帝的跟前 阳帝说 你要杀我吗 灵狐行达说 臣不敢 只想遵奉陛下 回到关中 说完 灵狐行达放下武器 扶隋阳帝下楼 阳帝来到乱军之中 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 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 翻底老部下 裴潜通 不禁经问 怎么连你也反了 裴潜通说 臣不敢反 但是将士们 私相心切 隋阳帝说 朕其实正准备 回关中去 只不过在等待 运粮的船只 既然如此 我们现在就走 裴潜通说 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 对大家说 于是 裴潜通牵了一匹马 要随阳帝去见群臣 阳帝嫌马鞍简陋 有失身份 死活不肯上马 裴潜通只好 换了一副马鞍 阳帝这才放下架子 让他牵出去 游街使众 然而乱党之手 宇文化吉 却不想见随阳帝了 这个家伙原本就是 被两个弟弟 和司马德勘他们 硬逼着 才成为兵变领袖的 在整个兵变过程中 他都心惊胆战 此刻则如梦方醒 传出命令 把那人牵来干什么 还不赶快动手 结果 随阳帝又被牵回寝殿 面对持刀还利 如林大敌的司马德勘等人 在问了几个问题 并眼睁睁地看着 十二岁的爱子 被赔潜通所杀之后 随阳帝坦然地说 天子自有死法 拿毒酒来 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 就藏在阳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 阳帝曾经对他们说 将来万一有难 你们先喝 朕接着喝 可惜这时 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 司马德勘他们 又不肯耽误时间 阳帝只好让灵狐行达 把自己绞死 随帝国也同时宣告灭亡 王国并不奇怪 就连阳帝恐怕也认为 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随之王 履行手续 她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 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 这么好的脑袋 谁来砍呢 但 这绝不意味着 本案没有疑点 事实上 司马德勘他们密谋时 信息是泄露了的 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 萧皇后却只是说 你想上奏就上奏好了 结果 阳帝把那宫女杀了 理由是国家大事 不该由奴婢过问 因此后来又有人报案 萧皇后便说 天下事已不可收拾 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 从此 阳帝身边 再也没人通风报信 没人知道 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 我们只知道 隋阳帝在江都怠慢朝政 放荡不羁 纵情声色 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 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 没有证据表明 她有过任何说法 也没有证据表明 她有过任何不满 换句话说 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 竟是听之认之 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 阳帝被杀时 他当然更是袖手旁观 也没有像阳帝的某位 红颜知己那样 从夫而死 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幅棺材 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 料理后事 也许 在她看来 只有这 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 作为知书达理的副道人家 她这样做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 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 我们知道 皇帝被杀 一般都是会诸连皇后的 南朝刘少的殷皇后 就曾质问执法官 为什么要祸及无辜 得到的回答是 当了皇后便是罪过 那么 萧皇后 怎么就无罪 萧皇后 不该无罪 因为她是南方人 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 高祖是梁武帝萧炎 曾祖是昭明太子萧桐 祖父萧察 和父亲萧窥 都是后梁皇帝 隋阳帝那么喜欢江南 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 何况 萧皇后在隋阳帝那里 并非白设 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 她跟阳帝就如影随形 影响力也众所周知 因此 如果说隋阳帝 是因为赖在江都 而得罪了萧国 萧皇后 就该负连带责任 如果说阳帝 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 那么作为六宫之主 她应该负领导责任 萧皇后 岂能无罪 然而 无论弑君的御林军 造反的窦建德 虎视眈眈的突厥人 还是以随为见的唐太宗 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 毫无疑问 萧皇后 聪慧 柔顺 节俭 实大体 善解人意 堪称温良功俭让 确实让人敬重 但联想到阳帝被杀前 他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 却又不能不让人一斗丛生 这个一案 也许永远无法破解 隋阳帝自己 恐怕就更想不通 败家子 据说隋阳帝死前 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 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 还说得阳帝哑口无言 不过阳帝还是想不通 他说 我确实对不住老百姓 但对你们这些人 可是一点都不亏啊 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 无人回答 于是阳帝再问 今日之事 是谁跳投 司马德勘终于忍无可忍 脱口而出说 普天之下无不怨声再道 想杀你的 又何止一个两个 那么请问 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 据统计隋阳帝执政的后期 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 反政府武装力量 就有两百多个 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 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 按照唐代明臣魏征等人 所传隋书识货制的说法 当时为道为寇 造反起义的 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 魏征的这个数字 当然未免夸张 但即便打个对折 也很恐怖 可以说 死前的阳帝 已是人神共愤 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 他死了以后 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 相反 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 普天之下 竟是同声哀悼 宇文化吉那伙人 则成了过街老鼠 他们先是被李密 拼了老本 予以痛击 然后又被窦建德 一举歼灭 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 却自始至终 无怨无悔 窦建德的态度 更是十分明朗 他就是要为隋阳帝 讨还血债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 这里面的情况 相当复杂 比如李渊 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 李密和窦建德 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 而举起的旗帜 做出的姿态 但可以肯定 这样的事情 不会发生在秦末 请问 秦二世死后 刘邦项羽 为他哭丧尽哀 陈胜吴广 为他报仇血恨了吗 没有 也不可能 的确 天下苦秦久矣 却未必苦随久矣 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 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 比方说 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 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 不纳租调 不服姚意 这样的免税政策 秦王朝又何尝有过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 也不是暴君和昏君 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 勤俭持家的老农民 每天临朝听政 不知疲倦 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 衣服也是缝缝补补 他关心民间疾苦 痛恨官员腐败 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 整顿励志 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 众记者 当然必死无疑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 他并不吝啬 该赏就赏 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 该防就防 最荒唐的是 他规定 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 理由是会藏匿犯贼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 秦政如秦始皇 节俭如梁武帝 出手大方如汉高祖 严行俊法 如秦孝公 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 中华大帝一片欣欣向荣 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 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 史无前例 显然 这样的王朝 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 一致指向隋阳帝 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 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 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 都大相径庭 他的追求是 大作为和大功德 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 何况 此人天资聪明 精力旺盛 又刚愎自用 目空一切 因此 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 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 是迎见洛阳 人寿四年十一月三日 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阳帝 亲至洛阳 勘测地形 他登上芒山 瑶士伊雀 但见两山对望 溢水长流 便兴奋地说 这不是龙门吗 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维说 正是留待陛下 隋阳帝很高兴 第二年三月十七日 他下令 由杨肃 杨达和宇文凯等人 负责新都的建设 杨肃是隋阳帝 夺取政权史的帮手 宇文凯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 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 营造洛阳时 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 武士货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 隋阳帝又下赵 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缉区 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 与此同时 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 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 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 其中仅仅是造洋帝自己乘坐的龙舟 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 运河 龙舟三管齐下 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阳帝 更不可思议的是 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 五个月后 舰队完工 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 一切都在洋帝的规划之中 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 志得一满 并于当年八月十五 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 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 前后历时十个月 同样堪称神速 于是 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阳帝 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 并大臣法驾 在四月三十一日风透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市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 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只不过 风功伟继的背后 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霍乱之源 从此埋下 隋阳帝却想不到这些 他只觉得 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 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 看来 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只要他想 那就能 因此 他还要北寿 对北方的寻寿 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 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 历史也近半年 路经今天的陕西省 内蒙古 山西省和河南省 声势浩大 并不亚于南巡 天才发明家宇文凯 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 折叠式千人大帐和官丰行殿 前者是巨大的帐篷 可以举行国宴 后者是行走的宫殿 能够容纳数百人 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 也可以安装 只要装上轮子 就能自由移动 随护的群臣 则住在行城里 当然 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 行殿的外围是行城 行城的外围是铁骑 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 搬到了草原上 并行走在路途中 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 全都败道在地 这又让阳帝出尽风头 随阳帝仍不满足 大业六年正月十五 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帝 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 洛阳的晚会现场 编长五千步 参加者仅管弦乐队 就多达一万八千人 街头巷尾 张灯节彩 英歌艳舞 通宵达旦 为了招商引资 阳帝规定 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 还宣称 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 我看你们中国也有一不必体的 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 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了 中国商贩 愧不能达 随阳帝却不管不顾 继续不停地折腾 南巡北寿之外 还要争高梨 结果 一争高梨 山东农民反 二争高梨 阳素之子反 三争高梨 三巡突厥 全国皆反 等到他第三次下阳州时 可就不是南巡 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 那颗好脑袋 有谁来看 那个婚夜 的确 随阳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 随阳帝在位十五年 几乎年年都在折腾 简直一刻都不消停 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 比如开运河 就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正高梨 则是从随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 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 才算大功告成 就事论事 随阳帝并无可置责 可惜阳帝的每一次折腾 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 因为这位经历过人的皇帝 不但好大喜功 而且急功尽力 每项功程都是大干快上 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 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 便只好把鞭子 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 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 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劫生灵力 大叶沙崩 故不难 随之王 即因为此 显然 问题并不在于随阳帝干了些什么 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 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 比如 营建洛阳时 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 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 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 或者不要与此同时 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工呢 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 至少可以喘口气 那么 随阳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 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 最不可取 试想 如果他开通运河 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 寻花问柳 那么请问 寻突厥和争高离 又作何解释 长仙吗 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 当然不会跟酸甫文人一般见识 他们更倾向于认为 随阳帝由于得位不正 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 迫不及待的希望早出成果 一气呵成的完成宏图大业 公追三皇 明朝五帝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 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 由随阳帝为前车之鉴 因此唐太宗深知 民心比政绩更重要 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 同样 当唐太宗坐稳江山 大权在握以后 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 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征 一意孤行的争高离 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随阳帝 不过一枚硬帝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 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 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 才夺得皇位的 尽管此案的真相 由于唐人篡改历史趋比回户 而变得模糊不清 但唐太宗骨肉相残 得位不正 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 随阳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 随阳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 太宗有哥哥李建成 阳帝有哥哥杨勇 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初 因为独孤皇后 根本就不允许随文帝 跟别的女人有孩子 按照力敌以掌的宗法制度 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 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 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 随阳帝得位不正 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 又是父皇废了杨勇 立他为太子的 甚至就连随文帝的死 也被普遍认为 应该由杨广负责 凶手则被指认为 是其亲信杨肃和张衡 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 是谋杀戏由杨广直使 还是默许和纵容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 郑使和野使都靠不住 因为当随阳帝被定性为 昏暴之君以后 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 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 更何况 官修正史多有顾忌 民间野使又喜欢夸大其词 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随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 并入高荒的随文帝 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 这封信是杨肃写给杨广的 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 万一皇帝龙玉上宾 应该如何应对 随文帝独后 已是满腔怨恨 碰巧宠妃陈夫人 又来控诉杨广队的妃礼 一怒之下 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 重新确定接班人 这是杨肃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 随书本身就奇说不一 杨肃传的说法是 杨广得到消息 立即与杨肃商量对策 杨肃便缴照封锁宫禁 并派张衡服侍文帝 结果文帝当晚驾崩 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 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 却另有说法 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 勃然大怒说 畜生 怎么能托付大事 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 柳树和袁延说 叫我儿来 柳树和袁延问 是太子吗 文帝说 是杨勇 于是柳树和袁延来到外间 起草了诏书 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肃看 杨肃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 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 转移到别处 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 服侍文帝 没过多久 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历史说法 然而 正是这堂堂正史 让人一斗丛生 比方说 事变突发之时 是杨肃通风报信 还是杨广找他商量 派张衡进入内室的 究竟是杨肃还是杨广 张衡进入内室以后 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 还是实施了谋杀 如果是谋杀 那么是杨肃和杨广直实暗示 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 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 逻辑也不通 根据随书高祖记的记载 隋文帝驾崩 是在大宝殿 案发前 杨肃 柳树和袁延 都在殿中内阁市集 而且据杨肃传的记载 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 也就是说 杨肃和杨广同在疑殿 那么请问 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 后来的商量对策 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 如此重要的书信 岂会误送 又岂能误送 更何况 杨肃当时正在文帝身边 他写给杨广的信 怎么会送出去 又送进来 转一大圈 到了文帝手里 文帝既然已经知道 杨肃和杨广同伙 为什么不对杨肃 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 他状告杨广 为什么不早不晚 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 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 而且按照随书 宣华夫人传的说法 他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 安排在文帝身边的 卧底和线人 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 杨广还给他送了童心结 并且上了床 这就更奇怪了 这样一个女人 为什么要诬告杨广 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征他们 也觉得说不过去 因此编造和采信了 这样一个细节 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 以为里面是毒药 吓得不敢打开 难怪有学者认为 陈夫人其实是杨广同党 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 结成同盟 保杨广反杨广的 或者说 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 则是柳树的妻子 兰玲公主 这样一来 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 所谓杨广给杨广的回信 其实是柳树和袁延伪造的 陈夫人则看准时机 火上浇油 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 让杨勇复辟 只不过杨广和杨广抢先一步 控制了局面 当晚跟陈夫人上床 则不过无稽之谈 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 还是被杀 已无关紧要 当然 这个说法 魏征他们绝不会猜信 但可以肯定 文帝驾崩荡晚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 正是杨勇和杨广 夺敌斗争的延续 当然 那场斗争的真相 已被魏征和司马光们 掩盖和歪曲 也被后世许多文人 做了低级趣味的解读 尽管 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 侦破此案 揭开谜底的关键 又在哪里 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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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隋扬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 从杭州飞驰北上 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 是不大可能想起 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 很少有人能够想到 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 作为帝国的大动脉 大运河 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 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 承载的远远不止两米和丝绸 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 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 由于地形的原因 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 都是由西向东 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 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 就只能靠车马 走旱路 但车林林 马萧萧 哪里比得上 青州已过万重山 成本低 效益高的水陆航运 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 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 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寒沟 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 秦代的江南运河 单途屈额 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羊毒 山羊毒开通的次年 隋文帝便发动了灭臣战争 不过他的八路大军 只有一路使用了山羊毒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 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 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 这个设想 只能由隋扬帝来完成 事实上 他也完成了 而且必齐功于一役 从大业元年开始 开造通缉渠 到大业六年 打通江南河 一条南起渔航 北至卓郡 贯通海河 黄河 淮河 长江和乾塘 五大水系 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 全线贯通 以秦岭和淮河 八百毫米降水线 为分野的南北方 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 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 北段 永济渠 连接了黄河与海河 南段 通济渠 连接黄河与淮河 寒沟 连接淮河与长江 江南河 连接长江与乾塘江 南段 南段与北段的交界处 是洛阳 或者说 洛阳 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 也是隋阳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 读懂了洛阳与运河 就读懂了隋阳帝 但 这跟谁当太子 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 洋广的夺敌成功 是真正的政变 政治路线的改变 政变的背后 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 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 其中洋勇代表西北邦 洋广代表南方系 他建都洛阳 开凿运河 三巡江都 皆因为此 派系的形成 是在隋文帝时代 占优势的 则是西北邦 正式名称 叫关隆集团 盘踞在陕西 关中和甘肃 隆山一带的 政治军事势力 实际上 这也是西魏 北周 隋和唐的统治集团 西魏执政者 和北周开创者 宇文太 隋王朝开创者 杨坚 唐王朝开创者 李渊 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 也都出自 武川 武川 就是武川镇 是北魏建国之初 道武帝 拓跋归 在北方边境 设置的六大军区之一 宇文太 杨坚和李渊的先祖 都是武川镇 职业军人 北魏末年 天下大乱 宇文太奉命 改镇关中 于是与当地 土豪相结合的 武川集团 也就变成了 关隆集团 汉化的鲜卑人 宇文太 不但将班子成员的 籍贯 改为关中 还赐给他们 鲜卑姓氏 比如杨坚的父亲 杨忠 被赐姓 土六儒 李渊的祖父 李虎 被赐姓 大野 所以 这个集团的特点 可以概括为 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 官隆勋贵 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 改朝换贷 来得容易 因为这不过是 同一统治集团 内部换界 并不危害到 集团的根本利益 这就像一家公司 用更能干的人 替换了 不称职的总经理 股东们 不但不会损失 既得利益 反倒能够获得 更多的红利 谁会反对呢 毫无疑问 这样一个集团的 政治路线 势必以 关中为本位 为基地 为出发点 和立足点 实行 关中本位政策 皇太子 杨勇代表的 就是这个 利益集团 和这条 政治路线 杨广 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 萧妃的丈夫 二十二岁时 就担任 扬州总管的 青年皇子 杨广 至少在情感上 更偏向于南方 坐镇江都十年中 他对南方文化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对南方士族 表现出最大的尊重 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 无浓软语 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 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 杨勇支持三阶教 杨广则力挺天台宗 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 俗家弟子 杨广 俨然成为江南地狱集团的 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 杨广与杨素 结为政治联盟 牵线搭桥的 则是宇文树 这是可以称为 南方系 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 排行老二 上面有哥哥杨勇 杨肃在俯臣中 排名第二 前面有宰相高拥 江南士族在帝国的 政治地位也如此 官中本位 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 心有不甘的老二们 联合起来了 那么 压抑已久 又奋起一搏的他们 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 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费力之前 就已经表现出来 开皇十九年 八月初十 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 建国以来 一直担任宰相的高炯被罢 还差点被杀 高炯可是隋王朝的 开国元勋 任职近二十年时 突然遭此打击 恐怕只有一个原因 没错 他已经由栋梁 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 隋文帝 费扬勇 立扬广之前 是征求了 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 高炯的反应 是大吃一惊 然后常跪不起说 常有有序 太子岂能说费就费 文帝漠然 不久 高炯被免职 与高炯一样惨遭不幸的 还有三阶教 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 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 也被隋文帝下令 禁止传播 时间都在开黄二十年 但如果我们知道 高炯是三阶教 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 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 种种迹象表明 这场斗争的总导演 是隋文帝自己 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 只是顺应了潮流 杨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 都是合法继位 他在文帝死前 是否推了一把 已不重要 那么隋文帝 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 事实上 隋文帝在建国之初 即明确表示 要与北州告别 为此他进行了 政治体制的改革 到晚年 则开始反思 关中本位政策 最后毅然决定 走马换将 可惜 杨帝在执行 这一政治遗嘱时 急功近利 又矫枉过正 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隆集团 终于身败名裂 这样看 萧皇后的待遇 可真是奇怪 隋阳帝却不奇怪 实际上 迎见洛阳和开通运河 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 拓跋宏 做过和想做的事 而且 在经历了 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 真正的中华皇帝 都会打通南北 这也正是隋阳帝之所想 为此 他不惜东都和运河 双管齐下 结果是为民族 建立了千秋伟业 为自己 留下了万古骂名 大运河 功德无量 劳民伤财 是的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 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 却可以批评他 不该忘记 民贵君卿的圣人教导 隋阳帝 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 在他眼里 民众不过是可以 任意驱赶和屠戮的 牛马和犬羊 结果正如孟子所说 君士臣如土戒 则臣士君为叩仇 司马德勘的话 并非戏言 隋阳帝 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 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 有人从隋阳帝的灭亡中 吸取了教训 而且正如此人所说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一个政权 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 反倒与民争利 与民为敌 他的灭亡 就指日可待 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 这个人 就是唐太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